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com.h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醫生,你好 Della好,大家好 有請袁先生今天繼續和我們分享一些婦女懷孕期間經常遇到的問題 如何用同類療法去输解到這個問題 不如今天幫我們說說懷孕期時的孕婦 對於飲食起戶的情形 有些突然間會變化 當然有時有些變化沒有所謂 對身體沒有大影響 但有時有些可能是很極端 會有損母體或嬰兒的健康 我們應該如何用同類療法去输解到這個問題 通常在懷孕期間到第三、第四個月 出現有些孕婦突然間對某種食物特別喜愛 或者有些特別厭惡 很多時候都會出現 但當然了 如果孕婦基本上健康沒有特別改變 所以都沒有什麼需要擔心 但很多時候會出現 他們突然間喜歡吃不到的食物 即是不消化的食物 例如碳、碳、碎粉、八股粉等 在那時候很特別有這些怪的食物 或者有時突然間完全沒有胃口、食用 不想吃東西也有 也有 在飲食喜好的改變 在同學療法也有些事情去做 是很有趣的 有什麼問題呢 我都有些療劑可以處理它 第一是說一些不喜歡的、煙污方面 其中的療劑就是 聞到食物就不喜歡 看到就更加了 這個情況出現了 療劑是蜜魚汁 Sepia Sepia officinalis 在懷疑的時候突然間 一聞到食物就不想吃 你知道人夫要吃東西要營養 要營養 兩個人需要營養 不能當時不吃東西 第一 就是蜜魚汁是很常用得到的 有時候有些人也聽過一些 例如以前很喜歡吃牛扒 但突然間一聞到煎牛油的味道 立刻想嘔吐 不太討厭 如果遇到類似的情況 就可以用蜜魚汁 他不是自己說某種食物 就是聞到食物就不可以了 很嚴重 而且不是牛扒不喜歡吃某種 他聞到食物的味道 就很不舒服 不想吃、想吐 這就是蜜魚汁的症狀 另外一隻 他在懷疑期間是不想吃東西 還有 他的蜜薄是很微弱的 又小又弱的蜜薄 還有口渴和口乾加口渴 這種情況 蜜薄是很薄的 很虛弱的 很微弱的 這個療劑就是Lauryl Cerasis 是桂嬰 Lauryl Cerasis 重心就是蜜薄很弱的 很多時候我們會用一些人 有些人會浸到 或者有些人會浸到 有些人會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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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蜜薄很薄的 就快要走 那樣的 這就是桂嬰 Lauryl Cerasis 另外一隻 就是Coculus Indicus 都是不喜歡喝飲料 Coculus Indicus 通常用的是什么呢 用一些人睡觉不好 熬夜、失眠 加上他突然很不喜欢喝飲料 那就是Coculus Indicus的療劑 以前我们介绍的療劑 通常用的是什么呢 用在失眠、熬夜 令到很多古灵精怪的情况出现 中文Coculus Indicus 那叫做印度防己 Coculus Indicus 印度防己 好 刚才说的是烟糊 现在跟着跟大家分享 万一它对有些食物是特别喜好 例如对一些食物 我刚才说的 根本是消化不了的 例如吃碳、熬粉、咬熬粉 或者这种情况 根本不是食物 不知怎样它喜欢咬 这个就是碳酸钙 Coculus Indicus Indicus 但有时候的孩子也会有 肥肥白白的孩子 突然间喜欢咬咬咬咬咬咬咬 这个也是碳酸钙的療劑 接着 突然间在五间或者叶玛克 是突然间很喜欢吃饭 还有那个胃窝有时觉得好像顶顶胀胀胀 这个療劑就是Apus Nigra 黑云蝉 Apus Nigra 黑云蝉 通常就是五间突然间喜欢吃饭 马克特地做饭 但吃到胃有点顶顶的感觉 另外一个情况 它突然间喜欢吃酸菜 Pickle这些 Reddish 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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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萝卜 通常是粗鞋的食物 突然间喜欢吃这些食物 这个療劑就是Apus Candidensis 还有很渴望吃东西 什么都想吃 但一闻到它 就是作呕作门 这个人口很多时候 这个療劑就是 抽水鲜 Coculus Oternelli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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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和刚才所说的 蜜鱼汁 很经常会用得到 反而经常有机会用得到 如果突然间喜欢吃很酸的食物 很浓味很酸的食物 这个是Hepersau 是流化钙 Hepersau 流化肝钙 Hepersau 这个療劑 另外突然间喜欢吃一些刺激的食物 咖啡 或者吃烟 或者甜的食物 那些腌制过的肥理食物 这个療劑是 Capsicum Anurum 是辣椒 Capsicum 是辣椒 还有一个 突然间在怀孕期间 很学习去吸烟 喜欢吸烟 还有 如果加上它的阴唇 阴度是有一种痕氧的 很喜欢吃烟 这个療劑就是蔓延青 Galadium 蔓延青 Sacunum 如果是喜欢吃咸东西 突然间很喜欢吃咸东西的味道 这个療劑就是 盐 Nature Muriaticum 和木炭 Carbo Vegetabilis 突然间喜欢吃酸的食物 这个療劑可能会是 Ignatia Amara 女宋豆 Ignatia Amara 如果突然间喜欢吃巧克力 甜食物 吃完之后肚子很容易腹胀 这个就是石虫 Lycopodium calabitum 是石虫 突然间喜欢吃肉 不喜欢吃初在 突然间很喜欢吃肉 这个就是 Magnesium Carbonicum 炭酸味 Magnesium Carbonicum 尤其是小朋友也是 他喜欢吃肉 喜欢吃肉 吃肉瘦 其他人不喜欢吃 考虑是 Magnesium Carbonicum 炭酸味 另外 突然间喜欢吃冰水 喝冰水 和喝很多冬饮 这个疗劑可能是 紫草 Onosmodium virginiatum Onosmodium 是紫草 Onosmodium 我通常用一些人 是有眼睛的视觉有些问题的 如果你更加看到有个视觉的问题 这个是突然间喝好冰水 这个就是紫草的疗劑 好了 还有突然间很学习 就像曾经所说的 石灰 炭 蓉粉 加上便秘得很严重 很严重 很干的大便 这个就是Alumina Alumina就是氧化铝 Aluminum Oxide 氧化铝 Alumina 这几个在怀孕期间 很有机会遇到孕妇 是突然间对某种食物喜好 和是很厌糊的 比较常用的是厌糊 就是突然间闻到东西就不想吃 那我们就用个秋水签 Kochicum Oxanalis 或者见到 闻到都不喜欢 蜜鱼汁 因为这个蜜鱼汁很多是 身体荷尔蒙改变 怀孕很明显 身体荷尔蒙改变很厉害 是 多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讲解了 这系列的问题 以及如何用同类鱼汁去处理 所以刚才听下来说 有时候有些 也介绍了很多疗疗 孕妇可能在口味上 刚才说过 口味的改变 而吃的东西是正常的 对身体健康没有问题 不需要太担心 而我们刚才提到的 要吃的很咸 很极酸 根本就是说 那位怀孕的妈妈 以前根本是不会的 当然有时候我们就说 大肚的时候 会吃点酸的东西刺激一下 这是很正常 这是很轻微的 或者之前你也有吃过 而她以前一向都不会吃这些 突然之间要过分去吃的时候 那就是出现了 任神的饮食起乎的问题 那我就可以选择 适当的疗疗剂加以去处理 在整个怀孕期间 就是不会再出现了 一些严重上的健康问题 所以家中一定要常备 一些同类疗剂 才可以达到有鼻无患 而出现了急性的问题的时候 也不会错过了治疗的黄金期 多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余医生预约回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刚才提过的疗剂 或者其他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我们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余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atnaturalhealing.com.hk 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与你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好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